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綠人喔 因為路上常看到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LED點矩陣呢 它可以做什麼可以做動畫 那這邊老師已經先拜託 分鏡完成了 因為來來來我請同學看一下這個 請問同學你手上的這個LED點矩陣 請問是幾個燈 這樣是幾個燈 水平八個垂直八個 是不是總共六十四個 所以其實不算多老實講算少 算少的但是呢沒辦法我們現在只有這個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我都已經把你轉換過去了 好都已經轉換過去了 那等一下呢各位你可以用虛擬的 先用虛擬的先接看看 那如果虛擬的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直接把你的線就照這樣接好 你看我這邊也是要我先接虛擬的 我們的LED矩陣呢總共會有五個角位喔 有沒有看到這有五個對不對 VCD接哪裡 它是電源5伏特的 LED要5伏特的喔 然後這個GND就接地沒有問題 再來這個就是它的數位訊號的部分 進來的部分 DIN 所以我們主要 杜邦縣有三個訊號的就是這三個 就這三個喔 那我這邊呢 接好了之後 我們先讓同學先接看看喔 你在虛擬那邊先試看看喔 他先用虛擬的喔 對對對你用虛擬的 你完整之後你幾個手 對 然後你再開始用直播 好記得你剛剛那個如果還在執行的 要把它先停止一下 你這個燈不要點到它Delete 就好了 那原件呢 再從這邊 點一下 找到LED燈 你按著它 它就會跑出來了 剛剛有比較多同學有遇到問題 是我剛開始玩也有這樣的 就是 按一下就放開 按一下就放開 有沒有 結果你買好多 LED點矩陣喔 有沒有 所以這個稍微留意一下喔 就是你按住 先不要放 不然就是你按一下放開之後 你原件那個面板 你要把它收起來 好 那你找到之後呢 這邊 就像我們剛剛一樣 你要比較好對 你可以把它拉到上面來 這樣比較好對 比較好對 所以呢 我們的電源 那Arduino的板子呢 電源有幾個 喔好多個喔 你看 這邊 電源 這裡有5V的 有沒有 也有3.3V的 這邊 好 再來接地呢 它也 它有好幾個 這裡也有 上面也有 這邊也有一個 下面兩個 這邊一個 那訊號線呢 這個部分就看你要接在哪邊 好 我就讓它連續的 如果你的 比較方便的 你就像這樣比較近一點拉就好 好 線就可以不用拉那麼遠 好 那各位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都接好了 可是你也不確定 到底就是 我的這個燈 到底有沒有接正確 會不會亮 你最簡單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 就是你先把剛剛這邊先丟掉 你看我們在左手邊這邊 LED點舉證 第一個 先告訴它 我有個原件 對不對 有個原件 叫做LED的點舉證 但是腳位就要對了喔 因為我剛剛是接在哪裡 我剛剛是876 所以呢 這邊 你要把它接對 確認一下喔 DIN CS 跟什麼 CLK 好 那我們呢 先試看看 你要最簡單的 你就先用第一個 或者下面這裡喔 我們先用第一個就好了 你看這裡有個代碼 你可以先Play一下 先確認一下說 我們這個會不會亮 有沒有這樣亮起來了 表示 你確實 硬體部分 這個模擬器有接對 待會呢 我們再來玩其他的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